字幕詞 ?". 哈囉,大家好,我是古今 今天我們要介紹一下 昂版在1月22號的公佈資料 這次公佈了暗 欸,法師的改版內容 然後這次改版 預計在1月27號進行 這邊有寫,1月27日 會up day 然後它目前就是法師的改版 然後他有一個影片,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影片 欸法師的一個誕生的影片喔 開聲音 開聲音 他的宙斯的寶珠已經變成黑色了 這個石色魔力 瑪娜 慢慢的黑化 用血的力量還是什麼力量 找不到又是什麼巴拉卡斯的血還是什麼的喔 然後慢慢的變成黑化 加上骷髏的一個技能 覺醒了,魔法覺醒了 新的 法師出來了 好,這個就是我們這個改版的一個動畫喔 好,接下來他左邊有很多的一個說明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就一個一個往下看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之前的預先登錄阿 那預先登錄在這邊有種這個 十天的龍 龍玉喔 然後還有一個忘年藥,還有武器裝備箱 還有200個龍之鑽石 跟加三個視頻喔 這是預先登錄的一個獎勵 那他登錄是1月15到1月26 總共兩個禮拜的時間嗎 對,兩個禮拜的時間喔 對,兩個禮拜的時間喔 所以我們預先想的差不多 預先登錄大部分都是兩個禮拜 好,我們回到二三頁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第二個 這個是 法師的一個技能阿 在這邊是法師跟妖精的技能的改動 那我們可以看到法師的技能 這邊有三個新的喔 1,2,3 有三個新技能 然後有三個技能的改動喔 好,那我們首先來看第一個技能 第一個技能叫做黑手 就是圖案有一次阿鬼的這個技能喔 那他的效果是 有 會給予目標一些 魔法傷害 然後可以強迫目標 進行瞬間移動 然後這個技能是沒有辦法用魔品來擋的喔 所以這個技能 算是蠻強的喔 無視魔品的一個技能喔 可以讓對方瞬間移動 不過在一些不能瞬間移動的一個剃圖 不知道會怎樣 找不到會直接把他送回村之類的喔 不過我覺得應該是 會取消他的一個瞬移的一個效果 只有這個 無法的傷害的一個效果而已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個技能 第二個技能是這個 黑盾喔 有一個球球在中間的一個技能 他可以幫助我們的盟友 或者是隊友 減少傷害值喔 應該是可以給隊友一個盾阿 然後 讓他來抵擋一些傷害值 提高他的一個生存能力喔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個喔 第三個是這個 好像有這個地獄火的一個圖案喔 黑暗之星喔 所以對範圍多個技能進行攻擊喔 然後他是一個大範圍的一個攻擊技能喔 就是新的一個範圍技能 好,接下來第四個技能 是我們舊技能的一個改動喔 叫做這個 狂暴術喔 狂暴術 也變強啦 那他這一次的改動阿 是根據我們司法者喔 根據我們法師的一個智力 來增加他的一個攻擊距離 還有增加這個 近距離的一個傷害值喔 不過這邊翻譯出來 增加他的一個攻擊距離 感覺是 比較特別的東西喔 到時候我們再來看 到底是改了什麼 好,接下來第五個是這個 古代救光的一個改動喔 當目標被擊中的時候阿 有機率對目標 產生這個恐懼的效果 那目前還不知道這個恐懼效果是什麼 找不好會讓目標 變成無法控制之類的一個效果 好,接下來第六個是 我們的黑豹又有新的朋友阿 可以召喚正強大的寵物出來喔 然後這個寵物阿 會使用黑魔法的一些簡易技能喔 然後這個制法是目前放出來的一個技能改動阿 搞不好會有極大的技能改動喔 到時候我們再來看一下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妖精的部分阿 妖精的部分阿 他目前是改了制的技能阿 我們來看是哪四個 好,首先是妖精的第一個技能阿 第一個技能是生命的祝福喔 他是把這個水獅珍珠改掉 之前水獅珍珠的前稱阿 是這個生命的祝福喔 他現在又改回來了 可能是覺得水獅珍珠這個技能不好用喔 所以工方又把他改為這個生命的祝福喔 然後這次改動阿 又增加了這個生命祝福的回復量喔 還有減少他的一個冷卻時間阿 接下來是第二個技能阿 水獅元器的一個改動喔 那他的改動是把他變成主動技能 他原本是被動技能阿 然後這次改版阿 就把他改為主動技能 所以幫隊友放阿 因為目前版本是只能對自己有狀態而已阿 對自己有狀態的一個被動技能 然後這次改版就變成主動技能 然後可以幫隊友吃放 所以隊友也有水獅元器可以吃了喔 好,接下來第三個技能是烈焰武器喔 好,他的改動是 增加這個近距離命中的一個能力喔 又把近距離命中變得更多了喔 好,第四個是我們的 火藥的大技能喔 烈焰絲紋喔 那這次改動阿 是在我們普攻攻擊的時候阿 有一定機率會無視掉反擊的一個傷害值喔 就是 就是有一些敵人才能有一些反擊的技能喔 像是反擊屏障阿 或者是 在場的一些反擊技能喔 我們在用這一招去打他的時候阿 在無視他的反擊阿 所以目前反擊技能的一個克制技 慢慢的出來了喔 好,這個是邀請的技能調整阿 然後他還有更多的技能調整喔 之後才會公告 好,接下來第三個是這個 CJ Coupon 卷又出來了阿 這一次有TJ Coupon喔 我們來看一下 有幾張喔 這是他的一個 白報 目前是 我們看到我們的女髮師阿 我們的 外觀又變得這麼帥阿 又更漂亮阿 好,這一次的TJ捲是這個 一般裝備的回復捲喔 一般裝備的回復捲 然後他的一個回復時間是 就是 從開服到 2021年的 1月22號 10點之前喔 這是他的一個回復時間阿 就是開服到現在就可以回復阿 就是開服到現在就可以回復阿 開服到公告的那一天喔 把他這邊有 他的一個使用說明喔 好,基本上TJ捲就是 一般裝備的回復TJ捲 找不到之後還會加碼 我們再來拭目以待 好,我們看完TJ捲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是 轉職的一個公告阿 這一次開放了妖精 跟法師的轉職阿 所以想要轉妖精 或者是法師的玩家 可以帶 台版騎士到這一波準備一下喔 看要不要來進 進行這個 二度轉職喔 二度就業喔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下面這個 下面這邊是他的一個 系統的更新喔 那他這邊是說 他會有新的一個成長方式喔 等人有新的葉子阿 或者是有 新的取得葉子的系統喔 這邊我們就拭目以待吧 他這邊說 改版之後才會公佈喔 好,接下來 地 上面還有左右嗎 這邊還有左右左右耶 這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喔 好,那這邊是講說 我有新的一個狩獵方式阿 會對這個野外BOSS進行調整喔 另外還會 改動這個奇眼地間喔 奇眼地間 會整個改版 然後還會推出一個 新的副本出來喔 我們這裡看到這個圖片 應該是 那個副本的一個圖片喔 大家把這個高倫喔 石頭高倫拿去改版了喔 變成 會,要變成什麼 變成更強大的鋼彈出來的嗎 好,我們都拭目以待啦 新的副本 高倫的實驗室 好 還有下一個 下一個是這個 90等到93等的一個獎勵出來啦 推出了金的獎勵喔 90等到93等的獎勵阿 找不到10%就有獎勵喔 不知道阿 好,接下來還有下一個嗎 沒有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 下面這個阿 下面這個是 榮業 榮業是什麼 榮 榮 名譽幣的一個榮業阿 好 那這一次 這一個阿 這一個更新叫做 新增的這個 名譽商店阿 可以用名譽金幣去買更多的商品喔 這到時候我們再來看 能買哪些東西喔 然後接下來這個是 好像是將 舊裝備轉換的一個功能吧 這不知道 這目前還不知道是什麼效果 就是 他把這個惡魔當手劍 轉換成這個 柯特之劍喔 這是紅色 紅色轉換成 紫色的武器嗎 喔 這邊感覺怪怪的阿 這邊 還需要更多的情報喔 裝備要晉級了嗎 晉級的裝備 然後他這邊 是惡魔王武器的一個 調整阿 我們有看到惡魔王武器 有一階二階三階喔 搞不好 惡魔王武器 的效果也要變強了 會有這個惡魔王 疾病術的一個 一階段的效果 或者是二階段 三階段的效果 接下來是 正方便的一個技能喔 他這邊 是文藥系統阿 文藥系統 有 新的功能出來啦 然後我看他的翻譯好像是說 可以讓我們 復原 復原這個文藥還是怎樣的 到時候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是文藥系統的更新阿 接下來這個是 世界排名的一個BUFF喔 所以把這個整個世界喔 整個世界的天堂M玩家喔 都進行排名喔 然後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玩家 前幾名的玩家 搞不好是 1到10名一組 然後 11到21組 然後接下來 21到100一組 這樣之類的喔 不知道 還沒有公佈這麼多的資料 然後目前是 看他的一個 圖片是說 獲得的 可以增加我們經驗值的獲得量 還有增加金幣的獲得量 然後 武器 掉落物 還是 武器會提高 那個 武器的殘骸值會提高 可能會獲得一些攻擊力阿 什麼的吧 應該是這樣阿 應該不是裝備的掉落率吧 喔 應該是這個 能力阿 攻擊力阿 命中之類的能力會提高阿 喔 這是一個世界排名的一個BUFF喔 然後 更多的資料 之後才會公佈 拜 好那以上這些阿 就是即將在1月27號 做進行的一個改版更新喔 EVA 的一個改版喔 好 那這一次 我們就拭目以待吧 有要轉職的玩家喔 要準備一下喔 好 介紹就到這邊 我是古金 我們下次見 大家要 記得訂閱阿 掰掰 來 這樣子的觀眾家 如果對這有應付喔 訂閱就在騎下去喔 來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去找古金台港啊 泡茶啊 可以加入我們一種FB粉絲團 還是賴群喔 木木杰的賴群 叫做古金與古威的秘密基地喔 大家可以加入進來 來這位台港泡茶啊 大家可以知道 將界訂閱喔 訂閱界頻道 然後 加入我們FB粉絲團 都有我們賴群喔 好 這樣子的觀眾家 大家掰掰